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练 对不起 我 没关系 下课了 茉莉 我需要发泄 怎么了 心情不好 我脑袋进水了 要甩出来 听说 瞧了 各位心情不好 你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人 你说喜欢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呀 不知道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感觉 对 太对了 电影里的喜欢都是甜甜蜜蜜的 怎么到我这儿就是苦的呀 尤其是她为了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的喜欢都很连结 是啊 茉莉 我们去吃好吃的吧 可以解压 吃什么 我带你去吃全世界最最好吃的东西 走 走 到了 这是哪儿啊 我家啊 实际上最好吃的东西 当然是妈妈做的菜了 走吧 来 茉莉 多吃一点啊 谢谢阿姨 来 吃点这个鱼 多吃多吃 嗯 来 给我吃一点 谢谢 吃吃 哎呀 嘉欣 你慢点吃嘛 一个女孩子家吃香那么难看 也不怕人家笑话 那茉莉又不是别人 对吧 你做这个啊 妈做的最好吃 茉莉 你要是喜欢啊 你就经常跟嘉欣来家里吃 她爸爸工作特别忙 一年啊 都不回来几天吃 我一个人在家其实挺无聊的 人多吃饭热闹 我怕你们不方便 没事 方便 爸面子很 他一个老人家 巴不得天天儿女称欢喜下 热闹闹的 阿姨明明天天挺的 你看 还是人家茉莉会说话吧 妈 客套话你都听不出来啊 我养你 我涂什么呀你 净受你气了 别生气呀 吴女士 会加速皱纹产生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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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两道皱纹都是被你气的 那我以后不气你了 我天天都很笑 我笑也会产生皱纹 笑皱纹怎么了 我宁愿笑得有皱纹 我愿意 妈也不管你这样 更多皱纹 你都是最美的 我爸都最爱你 你那小嘴 茉莉 赶紧吃吧 不好意思啊 来 吃吃吃 别客气啊 当自己家一样 来来来 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 来来来 来 坐 茉莉 我跟你说啊 我最近特别喜欢玩一款游戏 给你看看啊 来 吃点水果 妈 你怎么又不敲门 请进 这回行了吧 给你点个赞 瞧你 弄大的人还那么孩子气 你也不怕让茉莉笑话 而且茉莉只会觉得 我女士尊重年轻人 行行行 茉莉 来 吃点水果 那你们年轻人聊 我出去了 拜拜 谢谢阿姨 来 多吃点啊 茉莉 你跟阿姨关系真好 还是行嘛 我妈这辈子啊 没吃过什么苦 二十出头又嫁给我爸 然后又生了我 前几年我跟她还有共同语言 可是不知道这几年怎么了 可能更年期特别啰嗦 弄死你什么 我睡得晚了 她会每个十分钟跟我说 熬夜容易猝死睡觉去 我要是起得晚了呢 她就说 佳心啊 赶紧起床 她想晒屁股来 我要是吃得少啊 她生怕我会饿死 我要吃多了 她就吓唬我会涨标 天气一降落温 她就立刻让我穿球裤 我买东西了 她就一边数落我乱花钱 一边也往我开里打钱 有办法真好 好 简直是一台人形复读剂 你要是喜欢啊 你就经常到我家来 保证你不输三天绝对想逃 好 佳心 你这么觉得 是因为你一直有父母陪着 如果你跟我一样 从小就没有父母 就会觉得 这样是幸福的事了 所以我带你来 是分享幸福的呀 好啦 不说了 你要是不嫌弃我们家吴女士 你就经常到我家来 你享受了家的感觉 吴女士求之不得呢 吃水果 特别好吃 你尝尝 我去趟厕所啊 你随便玩 你就当自己家 佳心 过来 来 来 帮帮你点事 吴女士有何吩咐呀 谁呀她 我朋友啊 我朋友啊 他说是个老闹 你一直在买啊 你还在买着买季 我说你准备我从这儿去 你还在买到我广告 你去帮我车子 你去把买到我和你作出 你呀我以为的 对 这儿的情况我倒数操 照我说的去做 他是我格斗馆的教练 比我大两岁 但是像姐姐一样特别照顾我 所以我俩就成了好朋友 这么年轻 就到学院当老师了 那书一定没念多少 就我不知道 可是跟我交朋友什么关系啊 你看看你 你跟人家交朋友之前 你得了解一下 人家家是哪的 父母是做什么的 他自己有没有对象 都能了解一下的呀 妈只是交朋友而已 至于这么调查人家吗 这不是调查 这叫以防万一 你别忘了 你吃过的饭 还没有你吃的盐多 我等你 这能说明什么 说明我单纯吗 不 这说明一言之大也多了 小心得假抗啊 你这死丫头 妈妈不是也是担心你被骗吗 真是的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骗子呀 你那高中同学王佳佳 她从国外回来了 你知道吧 能不知道吗 天天在朋友圈 晒车晒包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回国了 她现在在外企工作了 你有空去找她玩儿去呗 我觉得那个姑娘不错 当然觉得她不错了 你们俩一样的势力 肯定看互相特别顺眼 邱佳馨 你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 你跟这种 年纪轻轻 没读多少书 就出来工作的人 有共同的语言吗 人家还不是看你是医生 看病方便 看你家里条件又不错 想占你一点便宜 妈 我又不是人民币 每个人都喜欢我 不 就算我是人民币 还有人视金钱如粪土呢 反正我告诉你啊 你不听我的话 后头有你吃亏的 亏 啥味道啊 没吃过想尝尝 好吃吗 好吃吗 嘉欣 佳丽 阿姨 今天不早了 我得先走了 不多坐一会儿啊 多了 谢谢阿姨 不客气 那路上一个人小心点啊 莫莉 我送你到门口 你跟这种 年纪轻轻 没读多少书 就出来工作的人 有共同的语言吗 人家还不是看你是医生 看病方便 看你家里条件又不错 想占你一点便宜 你妈说得没错 不过我不是来占你便宜的 不过我不是来占你便宜的 我是来养了你姐的命 所谓的情感都是假的 既然你们都看不起我呢 那从此以后 也别怪我绝情 现在还是 我只会相信我自己 你怎么来了 不是开大会吗 不是开大会啊 不是开大会啊 是我们研发部美中医的例会 你不是调到行政部了吗 可能通知错了吧 去哪儿 坐 大家注意一下啊 今天开会之前 我先宣布一个人事变组 由于我们上一个阶段的 动物实验临近收尾 下一个阶段呢 将转入临床实验 鉴于人手问题 我们临时从行政部 抽调学校 下位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 我先来说一下 灵长类动物实验的情况 小蕾 你刚才什么意思啊 可怜我 我不需要 这是公司的决定 小小 我知道你家里最近 出了些状况 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尽管帮我上 不需要 谢谢 请你不要再关心我了 这只会一自私的天 提前我 现在我们已经不合适了 小蕾 你别这么说好吗 孙老师 以前我都是靠着我爸爸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梦醒了我才知道 其实我自己一无是处 可是越是现在这样 你越需要坚强了 那你告诉我 我还有什么优点值得 你们再拉我一把 很多 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多的优点 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 孙老师 谢谢你的好意 没错 我现在很需要 这份工作 所以我一定会努力做好它 但是除此之外 我不会再有任何的想法 晓晓 就当是再给彼此一个机会 让我好好地照顾你好不好 原来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说的 你说认定了就是一辈子 我信了 然后呢 我已经没有任何 可以再失去的东西了 所以我也不会再奢望什么 你又要的资料 我现在就要了 你又要了 你要的资料 谢谢 谢谢老汇 原发不是你的主意 准确来说应该是我提议孙老师批准的 为什么这么做 虽然谢笑笑有错在先 但她都是为了孙老师 我觉得不至于让她离开 邱家宁 什么样的错误是你绝对不能原谅的 这个问题比较严肃 我要好好想想再回答你了 记得看 我现在去工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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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我 你说的周小山的秘密是什么 喂 赵叔 我现在在实验室 不方便说话 我待会儿给你打过来 等你呢 你说你现在贸然跟邱嘉宁分手会打扫惊蛇 赵叔 你要对邱嘉宁做什么 这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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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 怕有用吗 是吗 因为你马上就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就用这把我歌送我的道理 就算没有恨我 周小山也不会爱上你 你喜欢周小山 但是周小山不喜欢你 所以你恨我 对吗 你闭嘴 你们有谁看到乔老师吗 没有 可是你想过吗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周小山会恨你一辈子 你闭嘴 我不得到我哥 也不能别人得到我哥 莫莉 放他 我不 莫莉 这是家属的命令 我不能让你进去 让开 哥 我不能让你进去 这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如果你动邱嘉宁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动手呀 怎么不动手啊 不是说不会放过我吗 我跟邱嘉宁的事 是不是你告诉家属的 是 我受不了了 我跟你说过 就算没有邱嘉宁 我恨你也是不可能的 我不管 我不能眼睛又干人 他害了你 你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这不是红爱的一面 站住 小山啊 我当初说 让你和邱嘉宁分手 你又不同意 说反而会引起他的怀疑 现在呢 我给你找的这个理由 足以让你和邱嘉宁分手了吧 我说服自己要信任你 你呢 也要说服自己听我的话呀 站住 你为什么 为什么就不能 翻我一条生路呢 我现在给你指的 就是一条生路 你呢 批评往死路上抖 可是我 可是你深深地爱上了他 对不对 周小山 难道你忘了香兰了吗 你忘了香兰为了救你 付出怎样的代价了吗 我告诉你 人是不能走错路的 你走错了一次 就要用一辈子代价来抢还 是啊 邱嘉宁这一次 算逃过了一劫 但是下一次 我可都说不准了 邱嘉宁它是无辜的 分手就是无辜的 不分手 他永远逃不出我的掌心 我告诉你 周小山 邱嘉宁的命啊 掌握在你的手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和邱嘉宁分手 我和邱嘉宁分手 恭喜你 任务完成 你可以回去和榨树覆命了 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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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我要报警 别这样 求嘉宁 茉莉她疯了 我要报警 你别这样 茉莉她只是一时冲动 她不是一时冲动 是那个扎叔指使她的 我听到他们打电话了 如果她是嫉妒我的话 那你说 那个扎叔为什么要干涉 赵小山 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求嘉宁 你现在需要休息 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自然会给你一个解释 不说是吧 那我让警察问她 求嘉宁 你确定你要知道吗 周老山 现在可以说了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该道歉的是茉莉 不是你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引起的 上次在这里 我跟你说了我之前的故事 但是我只说了一半 而剩下的这一半 可以解答你今天所有的疑问 我的很多事情 你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却悦穷之后 我和香兰的事 并没有向你坦白 香兰 扎叔的女儿 她活泼 漂亮 可是最开始 扎叔并不同意我和她在一起 因为门第的原因 可是香兰以死相逼 扎叔迫于这是她唯一的女儿 只好答应了 就这样 我和香兰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一起生活 一起读书 一起融入新的环境 可是后来 发生了意外 香兰的同学也喜欢她 可是她得不到香兰的心 所以她就用了龌龊的手段 想要强行得到她 我朝她开了一架 差一点就要了她的命 因为这件事情 我本来必死无疑 因为他们家的势力实在是太大了 就连扎叔也束手无策 可就在这个时候 香兰占了出来 她主动提出 愿意嫁给她 而唯一的条件 就是留我一命 太荒唐了 秋大娘 这个世界不只是你看到的这一面 在你看不到的那一面 没有法律的秩序 只有混乱和黑暗 想来再嫁给她之后 受不了那样的生活 自杀了 我的生命 在失去香兰之后 就没有了意义 余生 我只能赎罪 我哪有今天 陈靠扎家 可是我却害了扎叔唯一的女儿 我周小山这一辈子 都不配得到幸福 莫莉 她喜欢你 却只能做你的妹妹 是因为扎叔 而她和扎叔都没有想到 你会遇到我 我也没有想到 我没想到我会和你 所以莫莉 她对我不仅仅是嫉妒 还有替扎叔的不拼 她对我下手是扎叔指示的 不怪他们 都是我不好 我都不拼了 丑老师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这些 哪怕他们又杀了我 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承担 面对你的过去 面对香兰 面对扎叔 崔老师 你不用明白 你可慢不用用来 我明白 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 香兰不在了 不管是你还是扎叔 你们都要继续生活 香兰如果泉下有知的话 一定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活着 根本不可能 做错了事情就要付出代价 我根本不配好好的活着 我根本不配好好的活着 你做错什么了 两个人相爱有错吗 每一种爱 只要是发自内心的 都应该被嘱咐 被尊敬 你没有错 香兰也没有错 到此为止吧 余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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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因为我跟她很像 是 香兰走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忘不掉她 茉莉一直在提醒我 你不是她 可是我还是疯狂地 在你身上寻找香兰的影子 这其实 你们根本就不像 她是她 你是你 虽然你们都很善良 但是我周小山 这辈子只爱过一个人 就是像我 是无悔的交叉 天真有何难够存在 为你一刻 谢谢你她 太诚 山羽带面去的人 卸下伪装 爱如何接受 秘密绑绑 就让世界停着在这 就把背影交线也散 两个灵魂红着疤痕 剩下了一半的定屈 就让世界停着定屈 就放弃无畏的纠缠 为你的加油 为你的 求嘉宁你干嘛呢不开灯 我失联了 姐 怎么回事啊 你跟赵小山分手了 我被甩了 姐 今天不是愚人节 你别开玩笑 我想是开玩笑的 那为什么呀 她说 她没爱过我 那她当初对你死缠烂打的 只是因为我 想她的借女友 这个周小山什么东西啊 我让她算上去 别去了 姐 你别难过 周小山跟你分手 是她的损失 姐 姐 你别难受了 你这样我心疼 姐 你别难受了 你这样我心疼 身上有很多事情的 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的 她不爱我 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姐 我 response 我现在想要留下 我去的家 我便找着 你 搞什么鬼啊 不接电话 莫莉莫莉 明天我来找你 有事问你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战叔 是我 嘉欣明天要来找我 你不是喜欢杀人吗 你把他杀了呀 哥 哥 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 莫莉 你现在不知道怎么面对邱嘉欣 那是因为你把他当成了真正的朋友 邱嘉欣对你掏心掏肺 而你呢 你接近他就是为了欺骗 为了套话 为了对他最亲的人动手 他的真长善良 显得你更加地丑陋 你现在懂我的心情了吧 人和机器最大的区别 在于人有感情 而机器没有 要做人还是机器 你自己选择 你还用想吗 我对你没有感情 怎么会对邱嘉宁做那样的事 我要是对你没有亲情 我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 是你轻手熄灭了我 对你最后的一点亲情 莫莉 莫莉 外面有人找 来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怕我 不怕我报警 所以你别 你对警察一点都不畏惧 报警 并不是惩罚你最好的方式 知道就好 你爱周小山 那又怎样 你爱她那么久 却得不到她的爱 香兰死了 没想到半路 却杀出了我 她都告诉你了 其实我还挺同情你的 你所经历的事情 应该比起死亡 更让你同情吧 你没资格同情我 你们分手了 你也是输家 爱琴没有输赢 而且 就算她跟我分手了 她也不会爱上你 不爱我可以 但不许她爱别人 但是你知道吗 只要她一天不爱你 你就不能阻止她爱上别人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够停止那些疯狂的举动 之前你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我不希望你伤害嘉欣 你管不着我 你已经失去了爱情 友情你也不想要了呢 邱佳宁 你觉得我心里没有挣扎过吗 我适合你 我适合你 但你是嘉欣的姐姐 这种关系让我 让我很煎熬 我是真的把嘉欣当朋友 但你阿姨呢 在你阿姨眼里 我是个什么东西 她看不起我 觉得我接近嘉欣是有目的的 难道你接近嘉欣 没有目的吗 是 嘉欣对你是真心的 如果让她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觉得她还会跟你做朋友吗 那你会告诉她吗 不会 但不代表我会容忍你 我只是想保护嘉欣而已 我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让自己沦落到 一文不值的地方 你还怎么会脱向于陈离 没问题 没有东西 你说她就在这儿 我一直很有趣 你修津有关怎样 你喜欢其他相机 你吃拿手 我真 喂 你徒弟怎么了 活气好大哦 我也不知道 别理他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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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 清楚 我又惹你了吗 你们哪儿买一个好东西啊 我原本以为你是几书 没想到周晓山也是 她得罪你了 你对她是不是亲友你姐了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姐被她抛弃了 喂 喂 姐 十万火机 怎么了 亲手去找秦胜了 我一时嘴坏 把你们俩分手的事情 告诉我师父了 他现在冲到你们公司去呢 他来干什么 他说要去找周晓山算账 知道了 打扮肯定 操作要去找到周晓山算账 我帮你俩付 什么 他也要来不动 他在做程序上 我他没理想到 你别去找周晓山做でき